好 那么这一段里面 有一个重点 除了刚才我们在知识节书里面有解释 一大事因年跟三昧以外 这里面还有 一个重点 一段重点就是 修慧必以见信民宗 修乎必以武常百恨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个修乎 他这个地方要提到说 必以武常百恨 我们这来引用 晋红老法师 常跟我们讲的 他说现在事实上 已经没有小胜了 现在必须 以 这一个儒家的经典 就砸三个根 来做基础 老法师说 儒家教学的宗旨 就是五人五常 那么五常 当内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 在发展就是八德 八德有两种讲法 第一种就是孝涕忠信 礼仪廉慈 第二种是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这个地方 拿法师告诉我们 八德就是这两种讲法 我们把这两种讲法合起来 除掉重复的 这重复里面有什么呢 有忠 有信 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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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除掉这些重复的 拿法师说 只有十二个字 就是孝涕忠信 礼仪廉慈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呢 是信德 我们起心动念 言以造作 除世代人皆悟 不能违背这十二个字 要以他相应 你以他相应 信德就显现 那么我们说 借修德显信德 修德就是 跟伦理道德 不相应的 这种妄想习记 要放下来 要改掉 要舍弃 你只要把这些 跟伦理道德 不相应的毛病习记 把它改掉 把它断掉 把它舍弃 你的信德 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为什么 这十二个字 跟信德有关 这十二个字 都是我们儒家讲的 在这个地方讲说 这个地方讲说 秀武必以武常百恨 你如果能这样去做 诸我地 你净土 受之 净土就是我们的信德 所以老法师说 你能够 这样明白 把跟伦理道德 不相应的这些 毛病习记 把它改掉 你的信德 就会开显出来 所以中国老祖宗 千万年来 教学的总纲领 最高的指导原则 佛华奖的大总词门 在中国来讲 就这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 你要是真做到了 你过的是天人快乐的生活 如果你能够看不放下 你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哪有不快乐的道理呢 哪有不自在的道理呢 再来 百善孝为先 孝是根本 我们今天修起这么困难 为什么 原因就是 我们对孝亲尊师 一无所诸 修什么样的善行 都不能够成就 一个人如果没有孝行 他做的善 再多都是假的 就好像花瓶里面的 插的花 插的很多 很美 很漂亮 没有根 几天就哭掉了 孝是信德的第一德 所以孝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信德的根 那孝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含义不可思议 中国文字充满智慧 中国文字之美 文字之善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主 都不能够相比 它是会议制 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这是子两代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 现代人讲的是代沟 中国教育里面没有 没有教育就有代沟 有良好的教育代沟就没有了 上一代跟下一代紧密结合在一起 上面还有上面 下面还有下面 重重无尽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就是信德啊 就是我们的自信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明白为什么要祭拜祖先 为什么要圣中追眼 因为它是一体的 不能够切草的 这是从重的方面来说 那还有无形的横的 从有形跟无形合起来 这个字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树穹三纪横变十方 所以树穹三纪横变十方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就是讲自信 整个宇宙法界西空一切万物 都跟我是一体的 整个宇宙法界西空一切万物 跟我一体 是我的自体 让人看到这个孝这个符号 就体会孝是这个意思 孝是以作万有一个共同生命体为本 不是以个人为本 个人只是这个本体里面的一个小分子 脑子说 天地以我同根 万物以我一体 就是以这个作根本的概念 就是以这个孝为根本的理念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孝的文化 以孝为本体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讲体 中 去 从孝延伸出去五轮 五常 事为八德 这是中 以修身 齐家 治果 平天下 为去 大圣 佛法讲体相用 四穷三纪 横变十方 这是自信 自信是从体上讲 以作是从相上来说 大慈大悲是从作用上来讲 中国的老祖宗讲的跟大圣佛法相应 所以 孝就是实相 由此可知 佛法不是迷信 也不是宗教 是究竟圆满的教育 所以这一段 老法师的开示 就符合我们这段经文里面 修福必以五常百恨 修慧必以见信民宗 那么如果福慧能够双修相邪 那么上帝必以天造代之 不仅可以超生上界 而且可以顿正无声 就是到成佛 不生不命就是成佛 有一个内容 就是 要确实 我们在一个阻力 我们在一个阻力